最近张长宁宣布付出的消息引起外界众多关注 不过如今随着全国女排联赛开始之后 张长宁却因为伤病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出战 很多球迷心里面不禁犯嘀咕 新赛季张长宁到底能不能出战全国女排联赛 他有没有机会回归中国女排 他的状态恢复如何 明年是否有机会出战巴黎奥运会呢 就在最近恰逢张长宁生日这几天 外界接连传来好消息 他也在社媒正式回应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首先前几天张长宁迎来28岁生日 国际奥委会还特意给他送上大礼 在社媒发文送上祝福引发关注 不少球迷也纷纷给张长宁送上祝福 过完这次生日后张长宁逐渐接近30岁 这个年龄无疑不算年轻了 能够为国家对征战的机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张长宁来说 无疑得尽快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 早日回归江苏女排以及中国女排 看看能不能再争取打两届奥运会 对此张长宁在最新采访中 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日前张长宁和好友前 中国女足国门赵丽娜 一起前往CBA赛场 观看江苏南岚的比赛 支持老公吴冠西 比赛结束之后 张长宁还联合赵丽娜拍摄视频 在视频中回答了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 有个非常备受关注的 就是接下来张长宁到底会不会回归中国女排 征战明年巴黎奥运会 对此张长宁明确给出谦虚的答复 他说自己会尽量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如此看来 其实张长宁是有回归国家队的想法 想要回归中国女排 征战巴黎奥运会 不过他并不敢打包票 毕竟目前自己还没有正式付出 不知道自己可以恢复到什么样的状态 另外一方面 教练组已经更换了一大批人员 他不确定自己能否符合蔡斌的要求 能否符合整个体系的要求 所以对于张长宁来说 他这次算是喊话中国女排教练组 如果国家队真的需要自己 他会义无反顾 努力训练达到国家队的要求 征战巴黎奥运会 其实对于张长宁来说 他没有必要担心太多 因为从前两年开始 教练组尤其是蔡斌的态度 一直都非常明确 很欢迎张长宁的回归 还记得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蔡斌接手中国女排 很多球迷都期待 张长宁和朱婷的回归 那个时候 以蔡斌为首的教练组 已经对外宣布 中国女排的大门 随时会向这两位主力球员敞开 而且他们的球一号码 一直没有被任何球员取代 球队一直保留着 他们原来的国家队号码 从这些信息中看得出来 教练组一直相信 张长宁他们能够回归 一直等待着他的回归 可以说 接下来只要张长宁努力康复 把身体恢复好 将来回归国家队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最后组线市产品中 我们订阅说 我们订阅